第1376集 你身上的担子很重 甚至你再继续查下去 你会死 这不是威胁 魏颖眼眸闪过一丝决然 我不怕死 就算我面对的是远超我的存在 我也会为去喊地宫复仇 永恒圣王站了起来 胆了胆衣服上的灰尘 看向昏迷的夜尘 小丫头 你还是不懂啊 你没有见识到神国深处的可怕 不过你复仇倒不是没有机会 我如此修为都要畏畏缩缩 就是因为在布局 这个局关乎你绝寒地宫 更关乎天下苍生啊 魏颖眸子开始有些疑惑 问道 我如何才能复仇 永恒圣王又喝了一口酒 笑了笑道 那昏迷的小子看见了没 万古奇局 他是唯一的变数 他若不夭折 神国都要臣服 话我说到这儿了 你自己领悟 还有 你的危险来了 你眼下灭了圣龙家族 点到为止 尽快带着叶尘离开吧 圣龙家族那几位沉睡千年的老东西起来 你就麻烦了 说完 永恒圣王消失了 魏颖看了一眼叶尘 有些疑惑 叶尘是最大的变数 他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突然 他感受着周围的气息波动 毛子一冷 既然我灭不了圣龙家族 那今日 我便重创圣龙家族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冰寒之剑 同时 未应手指撕裂空间 直接将叶洛尔和叶尘丢了进去 至于传输到了哪里 不重要 他不能让这两人留在这里 不然余波绝对危险 做完这一切 天地间狂风大作 魏颖向着一个方向坚定地走去 在离开之前 他要让圣龙家族 还有神国穆家 感受到他魏颖的愤怒 一天之后 东玉一处破旧的茅草屋里面 叶尘躺在一张床上面 旁边还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 少女停停欲立 脸上写满了青色 她的浑身被纱布包裹 脸上不见血色 突然她缓缓睁开了眼睛 你醒了 叶尘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马尾辫的小女孩 这是哪里 她记得当初九幽修罗 开出一条血路 然后自己带着叶洛尔冲出 醒来就发现在这里 这里是东玉神剑宫 小女孩刚刚说完 房间的门打开 一名老者穿着破旧的衣衫 走过来 阿音 你先出去 我和这小子有些事要说 老者话音一落 阿音轻轻点头 冲着叶尘嘻嘻一笑 转身就离开 叶尘看了一眼老者 发现修为并不高 目前他的状态并不好 体内的灵力不能动用 透支力量的反噬 让他痛苦不已 不过以他的不朽神体 和轮回血脉 应该两三天就能恢复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道 洛尔 叶洛尔应该和自己 一起出来才对 为何不见了 老者看到叶尘如此慌乱 连忙道 你说的是那个女娃吧 就在那边 那女娃伤势很重 我让宗门的医术圣手 看过 没有任何办法 还希望你节哀 叶尘顺着老者 手指的方向看去 当看到叶洛尔 安安静静地躺着 不由地呼出一口气 他艰难地起身 来到叶洛尔的身边 手指更是触碰到 叶洛尔的脉搏 许久他长须一口气 还好 现在叶洛尔的主要问题 便是体内的雷弧 以及伤痕累累的身躯 这些他都有办法解决 只不过需要时间 小兄弟啊 你应该是被仇家追杀的吧 那老者走了上来 关心道 实在是他发现这两人时 伤势太重了 叶洛尔轻轻点头 然后开口说道 前辈 如果担心出事的话 我可以离开 哈哈 我要担心的话 当初也不会救你 这里是神剑宫的地盘 不用担心仇家找你 接下来 神老又和叶洛尔 说了一些事情 便让他安心地住下 在东狱神剑宫 虽然算不上顶级势力 但也属于一流 不过整体要弱于玄岳宗几分 这里分为杂役 外门内门 核心弟子 神老当初也是外门弟子 后来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人 被人废掉 更是降级 才会住在这杂役区域 而且是最差的杂役区域 接下来的一天 叶晨和叶洛尔都住在茅草屋里 神老会拿出一些药 治疗他的伤势 虽然药效 微乎其微 但是叶晨也接受 他主要靠自身修复 叶晨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来到这里 关于05大陆 东狱 他也大概了解一点 整体实力 在几狱中不算弱 并且远远强于西域 叶晨打算在这里养几天的伤 等彻底恢复 便回一趟玄岳宗 并且让别人打探一下 圣龙家族的事情 他必须搞清楚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其他死囚是否还活着 现在他自然不能去 因为圣龙家族必然严阵以待 中午吃过饭 阿音扶着叶晨来到小院外 神老的小院在外门弟子的山下 他这辈子最希望 能够重新当神剑公的弟子 后来知道自己实力不可能恢复 就把一身的希望 寄托在阿音身上 阿音也不负众望 以现在的实力 今年就可以参加考核 对于这一切 叶晨也是一笑了之 他对神剑公倒是没什么想法 只希望自己的伤势恢复以后 马上离开 叶晨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思索一些事情 阿音站在旁边也没有打扰 叶大哥 你说这次考核 我能不能成功啊 此刻 阿音有些迷茫地开口 距离神剑公外门弟子的考核 只剩下一天的时间 让他非常的忐忑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我相信你 一定没有问题 叶晨笑着开口说道 通过这几天的相处 他也知道阿音非常的努力 在神剑公可能考核不到太好的名字 不过进入里面 问题不大 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 这几天叶晨也难得享受宁静的生活 中午的时间很快过去 两个人到晚上却发现 神老还没有回来 叶大哥 你说爷爷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阿音担忧地开口说道 平常神老上山采药 按理说到晚上早就应该回来了 再等一个时辰 如果还没有回来 我们就去找 一个时辰过去 叶晨和阿音还没有看到神老的身影 走吧 我们去万龙山 叶晨话音一落 手拉着阿音离开 万龙山横穿数万里 有无数的妖兽和奇珍异宝 神老一般都会在万龙山的外围采药 夜幕之中 叶晨拉着阿音一步步地前行 本来阿音还有些胆怯 看到叶晨明亮的眼睛 微微安心 目前叶晨的境界并没有恢复 虽然不能够动用体内的灵力 不过肉身力量已经逐渐苏醒 对付一般造化心窍强者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对抗封门肯定不行 三个时辰后 叶晨和阿音来到了万龙山外围 叶大哥 爷爷一直在这些地方采药 之前一直都是阿音和神老两个人去采药 不过因为叶晨需要有人照顾 最近阿音一直没有跟着去 叶晨轻微点头 他能够感觉到周围空气之中 弥漫着一丝血腥的气味 我们走 跟随着血腥味 叶晨和阿音一步步前行 终于在十分钟后看到了神老 当叶晨看到神老的一瞬间 内心里面的愤怒彻底压制不住 神老被绑在一棵大树上面 衣衫上面还有一道道血痕 在他的旁边还有两名舞者都是造化镜初期 老家伙赶紧把赤燕草交出来 神老眼下没有了修为 已经被抽打得炎炎一息 住手 阿音眼睛里面充斥着泪化 一瞬间跑过去 这两名舞者都是神剑宫的外门弟子 来到万龙山历练 发现神老找到一株赤燕草 动了心思 神老常年采药 早就已经发现他们两个人 偷偷地把赤燕草给藏了起来 才有现在这一幕 哟 还有一个小丫头 虽然年纪小了点 但也不错 看来我们兄弟两人厌福不浅呢 他们两个人早就已经看到叶晨 不过根本没有放在心里 一个凡人而已 随意可以揉捏 至于阿音境界很低 他们两个人随便一人出手 就能够解决 阿 阿音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快点跑 神老迷迷糊糊地开口 本来找到赤燕草 就是留给阿音的 希望外门大笔 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阿音没有说话 擦掉眼睛里面的泪水 看着他们两人 在两个人准备动手的时候 夜晨一步踏出 走到阿音的面前 这两个人还是交给我吧 造化镜的舞者 夜晨真的没有看在眼里 阿音想要说些什么 看到夜晨不容置疑的眼神 只好默默地站在后面 一个蝼蚁 也想要多管闲事 找死 其中一名造化镜舞者 不屑地看了夜晨一眼 整个人的身影 骤然冲过去 随后握紧拳头 这一拳头下去 他相信能够直接秒杀夜晨 感谢观看